這些到底缺什麼 反正就是篩選地址篩選總結 這是上個禮拜的東西 再來就P是刪除 P是新增 裡面是空的 所以我需要有東西 再來把之前的篩選加進來 裡面的話當然有篩選區 篩選交易標的 篩選美平單價 不過單價後來我加上 Application.ScreenUpdating等於False 另外它有一個狀態列 其他都沒有 所以你按其他的都不會有 大概就這些東西 我們大概就是抓三個東西 至於其他欄位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比照辦理 而且除了說可以單純的查詢之外 還有複雜查詢 只是複雜查詢 我想各位有興趣 自己再把它稍微變化一下 裡面可以 就是說很快的幫你把你需要查的東西 盡可能幫你做歸類 那你因為你分類之後 你才可以再往下去追 才可以再往下去追 就像說你要買房子 買哪些range 你恐怕你要先下幾個 當然可能跨欄位 比如說第一個你可能只有五百到一千萬 第二個你可能需要它location 它的這個地址在哪個區間 所以也許會有很多個條件查詢 你也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查到你要的東西 那你再配合其他的方法 你可以再撈再撈 OK 那其實這邊講起來其實就有關那個大數據 其實這些東西開放資料 像是大數據 那什麼叫大 其實基本上按照那個圍基百科上面的定義 其實所謂的大就是說人工所不能處理的資料的那種量 那人工不能處理的量 其實基本上就是你不能突發鏈鋼 那當然你要像這種東西你要突發鏈鋼也可以 可是很辛苦 而且你會比較累的地方就是如果今天你做完之後 老闆突然跟你講說我不要這些你換個條件給我 那你可能又傻眼了 因為你是怎麼樣 自己慢慢查完之後再貼再貼再貼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你有一套系統的話 那你不用擔心 你老闆要什麼你按下去 或者你就直接在你的VBA程式裡面改個條件 有沒有 或者即便你不會嘛 你就入那一部分的程式貼到適度的適當的位置 你就會有你要的資料了嘛 你再去做後續的分析 就會有很快的有你要的東西啦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各位可以去去試試看 那後面再來我們就是 接下來就要到那個問題06的部分 那問題06裡面有大概有幾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今天我們講的P字查詢 那P字查詢除了實價登錄之外 其實各位也可以利用什麼 問題06啦 不過其實問題06就是問題05的那個範例 把它稍微好像比數縮減一點點 因為會跑得比較久一點 因為原來問題05有2500筆資料吧 那這邊的話呢就把它縮減成900多筆而已 那大概可以做出什麼樣的效果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跟剛剛蠻類似的 所以很多P字刪除 P字新增 有沒有 那所以呢 你需要P字之前需要一個清單 那主要我們是針對 文字欄位裡面的資料做查詢 包含業務到那個客戶名稱 這幾個欄位 所以你要做P字之前 記得先產生一個清單 那清單部分用移除重複啦 所以我們會有 總共這幾欄 包含就是 這三欄加上客戶名稱 那這邊的話有個P字新增 P字刪除 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好 我也一樣可以做P字篩選業務 這個剛剛沒有刪掉 這個更新 這個把它mark掉 好 那就把這些東西 好 那這個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那請各位把那個 實價登錄那部分 先完成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那個 我剛剛問題05的部分 那問題05其實有部分是跟 剛剛的那個實價登錄還蠻像的 所以前面的部分呢 請各位先稍微試試看 那有一個部分可能不太一樣 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表單的方式 產生剛剛我所講的那個狀態 這個待會再來看 那叫聲 好 不這麼多 不好 在這裡 可以用表達 我們不去煮嗎 好嗎 我們就能做再製造 有些話號 你們會覺得 然後你們會 我們就能做好嗎 你們會覺得 你們會覺得 謝謝明白 謝謝 我們有來自製造